朝鲜球员向日本队工作人员要了一瓶水 却做出挥拳动作吓唬日本工作人员 这波操作引发日本球员当场不满 不过这个挥拳动作确实很让人惊讶 裁判也迅速做出反应 黄牌警告 在昨晚的亚运会男足四分之一决赛中 日本2比1战胜朝鲜成功晋级半决赛 然而 场上出现了令人瞩目的一幕 当比赛进入饮水时间时 朝鲜队16号球员金有星 向日本队送水的工作人员跑去 伸手索要一瓶水 工作人员见状 顺手递给他一瓶 然而 金有星在接过水的同时 竟然做出了挥拳的动作 试图吓唬这位日本队工作人员 这一幕发生后 金有星也难逃裁判的黄牌警告 不少网友表示 这个动作未免有些太小加自弃了 竞技场上胜败乃兵家常事 但运动员们也应该时刻保持风度和礼仪 挥拳动作不仅不礼貌 还可能对其他运动员造成心理压力和负面影响 这可真是个让人惊讶的操作啊 这位朝鲜球员金有星 向日本队工作人员要水喝 这本该是一个简单的举动 但却演变成了一场争议 当他接过水的同时 竟然还做出了挥拳的动作 这可是在场上公开挑衅啊 这种行为可真是让人看不懂 首先 从体育精神角度来看 这个动作显然不符合竞技场上的良好风尚 竞技场上 各个球队和球员都应该尊重对手 表现出友好和诚信的态度 如果因为一些小事情就大打出手 那么这显然是有违体于道德的 其次 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 这个动作也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摩擦 众所周知 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 这种摩擦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争端和矛盾 甚至会影响到两国在其他领域的交往 看来 朝鲜对韩国的恨已经深入骨头 落下深深印记 不由自主做出想打的冲动 不过对于这种行为 我认为应该给予严厉的处罚 无论是哪位球员 都不应该利用比赛场合来发泄个人情绪 或者做出不尊重对手的举动 亚运会组委会 应该加强对比赛的管理和监管 对于违反规定的球员和球队进行严肃处理 以维护良好的体育风尚和国际关系 当然 作为观众和球迷 我们也应该保持冷静和理性 不要因为这种小事 就对球员进行过激的指责或者攻击 毕竟大家都是为了友谊和竞技而来 应该以友好和谐的心态来观看比赛 这次事件也提醒我们 运动场上的竞争是激烈的 但并不意味着 我们可以用不礼貌的方式来对待对手 让我们一起为运动员们的风度和礼仪加油 感谢观看